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一下飞机 打开手机一看 就有几百条新的信息 有些是从推特上面来的 有些是从WhatsApp和其他的社交媒体来的 一看大家都在讲 告诉我同一个事情 就是发给我同一则视频 这则是一个伪造的 我本人的视频 他们是从去年 把我去年一评论证第56期 去年6月3号发布的一个视频 截取了一段 然后把其中的内容全部改了 我那一则视频本来是讲 中共当年的高层 包括赵紫阳 他们在六四中的一些表现 评点了一下 总结六四的经验和教训 但是这一则视频里面的内容 是说我现在宣布 要停止共振的行动 因为共振行动 导致了很多很多的人被捕 那么现在仔细考虑之后 必须要宣布停止 任何人再搞共振 就是中共的特务 这则视频是伪造的 但伪造的非常用心 但是技术上面 还是有不过关的地方 所以这么多朋友 绝大部分 基本上是所有的朋友 他们都是持怀疑态度的 就是看得出来 这里面破绽很明显 首先他们伪造音频的技术还不错 声音几乎是可以以假乱真 但是声音和口型对不上 声音和手势和身体的语言配不上 非常明显 这是组合起来的一个视频 而且这一则视频 它其中讲的内容 跟我们过去展开 一年多以来 共振行动的 它所发示的效果 和我们本人一再的宣示 和我们这个团队 其他成员一再的宣示 一再的推动 推广的内容 完全是不符合的 所以一看细心的人一看 稍微动点脑筋的人 一看就知道 这是假的 那为什么他们要这么造假呢 因为现在中共真是急了 现在五一不是要到了吗 我们现在不是在推动五一共振吗 现在中共面临的这个局面呢 真是可以说是四面楚歌 内外交困 现在国内有多少人失业 还有过去的 积累下来的那么多的民怨 那么多群体事件 所提出的诉求没有解决 那么今年五一大家都可以 都有可能集中的爆发 那现在中共他们呢 是这个暗下葫芦起了瓢 现在呀在全国各地要布防 那么这一次五一呢 我们这个共振行动的地点 现在已经铺开到全国了 以前是在省会城市 那二十多个省会城市 那么这一次五一 我们是在所有的省市县的 这个党委大楼门口 那所以说今年的五一对他们来讲 这个压力啊就空前增大了 所以说他们呢出了一些怪招 一些奇招 无所不用其极 刚才说的这个假视频呢 这是其中之一 那还有更显文的啊 比如说他们在国内 查封了我们全民共振这个团队的 周成峰先生的他的财产啊 也还要威胁他的家人 我们其他所有全民共振团队成员的朋友的 这个在国内的亲属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威胁 那还有呢就是原乡居士啊 他的这个在洛杉矶那边的这个住宅啊也是遭到了被人的这个监控啊 他连他的垃圾都被这个中共的特务啊偷偷给拖走了 他报了警了 警察跟他一调查 说这个本这就是专业人士干的 那偷垃圾然后把垃圾捡回去看看里面有没有什么信息啊 值得他们呢 这就是说有用的信息可以他们从中提炼出来的 这种方法呀 真是说明他们现在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关注全民共振 对全民共振非常的头痛 也说明了全民共振打到了他们的痛处 这个消息呀 这个假视频一发出来 其他的那些朋友啊 看见了之后 因为我那个时候啊 正在飞机上面没有办法跟我联系上 所以大家都很着急啊 但是呢 有一些人呢 他们反应的非常的迅速 有一些啊 就是中共他们所布下的那些暗线啊 你比如说这样的推特上面呢 马上就有人呢 转出来了 而且有一些人呢 各种不用 用各种不同的角度来尝试这件事情 有些人就说啊 哎呀你一评说的好啊 这个知错能改 哎呀有些人呢 就说你一评你从刚开始啊 就是在做戏啊 刚开始就不应当搞这个 有些人是咒骂的 有些人是表扬的 各种各样的 都在传播这个假信息 那这一次呢 就是在我坐飞机这十多个小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把中共的过去啊 埋下的很多的暗线就暴露出来了 比如说推特上面转这个视频的啊 有很多啊 现在就是可以说算是中V啊 甚至是大V了 有些我看见都有一万多个粉丝的这样的这样的号啊 这是中共培养了多长时间呢 才能够有这样的号来帮他们服务的 过去啊 我的这个半年时间呢 我的推文底下呀 都有成堆成堆的五毛 每一个推文下面都有几十个 有的有几百个五毛啊 在那发帖攻击我的啊 想啊用口水来把我淹死的 但是我这个人 会游泳那口水淹不死 大海大河都淹不死的 那口水就更不用说了 所以说呢 这一次啊 他们出动的是比较高级的五毛啊 是比卧底比较深的啊 那种啊 特务啊 这次都出来了 而且呢 还有呢 在有人居然就做视频了 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啊 这个要趁建民热点的 有个一支啊 现在呀 也出来了 马上第一时间啊 我看了一下 好像在那个视频发出来之后 大概不到两三个小时的时间 就出来做视频了 啊 就来呀 这个跟进这件事情 说啊 这件事 这个这个视频做得好 做这个假视频呢 这说黎平啊 这次啊 终于啊 悔悟了 终于醒悟了 他早就说了 全民共振不行 为什么呢 他说的理由啊 说中共有几百万军队啊 有这么多的这个党员呢 这么强大 你怎么考 可能靠老百姓上街 就把他们推翻呢 中共的GDP是全世界第二啊 啊 军力是全世界第二啊 怎么可能用这种 赤手空拳的这种和平抗争能把它推翻呢 这个说法呀 这就是啊 明显的在帮中共维稳嘛 那如果是中共真的这么强大 那和平的方法推不翻 那武力的方法 我们又没办法组织来 组织起足够的军队啊 来打垮这些二百万军队 几百万警察 那大家就老老实实的给中共当奴隶啊 服从中共的领导啊 服从习近平领导就好了 这不就是他的原话吗 这是他的原意吗 当然了 这种道理我过去啊 曾经驳斥过很多次 还有很多民主同道 也反复的驳斥过很多次 这现在呢我就不再说了 中共的老大哥啊 这个老祖宗苏联 他都已经被这个和平革命给灭亡了 他那么强大 他都灭亡了 全世界的那么多的这个独裁政权 专制政权 哪一个没有军队 哪一个没有警察呀 哪一个没有政党啊 现在不都是灰飞烟面了吗 就在前一段时间啊 也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那有两个国家的专制政权就倒台了 中共为什么不可能倒台呢 现在中共他们知道 防颜色革命是他们呢 最大的 现在最大的政治任务 那么颜色革命呢 我们这个五一共振啊 七一共振 十一共振 我们这个共振行动 这就是不断的在尝试着 引爆颜色革命的 那是颜色革命的一个起点 这样的行动 中共当然害怕 中共当然要举全国之力 我们虽然在海外 这个通过不断的这种宣传 向国内传递信息 但是只要 信息一传递到国内 那么他就不知道 这个信息传的有多广 那么他就不知道啊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啊 会真正的啊 把老百姓动员起来 老百姓呢 就像是他们呢 这个被他们压在地底下的 那个熔岩 那个熔岩喷出来之前的任何时候 他们心里面知道 这个压力在增长 但是呢 就不知道 从哪个地点出来 从哪个时间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只要不断的 给他们施加压力 他们就要疲于奔命 他们力量再强 他也强不过啊 14亿人 那个反抗的力量 强不过14亿人 那种啊 对他们的巨大的不满 所爆发出来的那种冲击力 那种冲击力 最后就可以啊 改变他们军队的军心 改变他们呢 政党 这个共产党内部的士气 一旦军心动摇了 一旦士气垮掉了 你再强大的政权 你表面上看起来呀 再风光的政权 一夜之间就能倒台 习近平知道 中共知道 但是呢 他们要让他们的那些走足啊 要让他们的那些五毛党啊 让他们的那些高级的 或者低级的那些走狗 他们要不断的给大家散发 这样的信息说啊 颜色革命不可怕 和平抗争没有出路 大家老老实实的 就给中共啊 让他们剥削啊 让他们压迫就好了 这一点呢 我告诉大家 不会成功的 那么这一次呢 就这十几个小时 大家暴露了这么多的人 大家就可以啊 按图所记 看看哪一些人呢 看看在推特上面啊 在各种群组 各种社交媒体平台上面 你们看看他们的表演 他们平时啊 无论他们伪装的多么像 一到了这个时候啊 他们就会暴露出来 暴露出来了 大家就知道 哪一些人是自己的朋友 哪一些人是民主同道 哪一些人呢 是中共的帮凶爪牙 这个造谣的视频里面说啊 我宣布停止共振 是因为考虑到过去啊 很多的国内的民主同道啊 因为参与共振被抓捕了 所以说必须得停止 这个真是啊 完全跟事实不符的 在过去一年多当中啊 我们反复的跟大家强调 跟大家告诫 说是民主人士任何受到啊 已经受到这个中共维稳系统监控的这些人士 大家一定不要参与具体的上街共振的活动 大家只是这个在私下的口头的传播共振的消息 跟当地的那些啊 这个维权群体里面的维权人士 跟他们联系就行了 向他们传播消息就行了 只要消息传开了 大家天天坐在家里面 中共就会惶惶不可终日 而当时机那个真正的临界点到来的时候 当全国啊 有几百万啊 几十万的人啊 一起上街的时候 他们是根本拦截不住的 就是因为这个办法 因为这个办法啊 特别有效 中共啊 对中共的这个警力啊 对中共的消耗特别大 维稳资源消耗特别大 对他们的士气打击特别大 他们一次一次的要去全国布防啊 现在啊 这个警察是疲于奔命 很多人啊 都已经因为劳累啊 猝死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一次一次扑空 他们的士气啊 就一次一次的受到打击 这就是啊 打到了中共的痛处 现在中国有很多的群体性事件 很多老百姓呢 走上街头进行抗争 但是 因为啊 我们的力量啊 这个比较分散 我们在时间上面 在空间上面都是分散的 所以说抗争的 每一次抗争的规模不够大 而中共呢 他们发展出一套 网格化的维稳体系 把每一次的事件呢 他都能够进行分割包围 然后呢 进行打压 进行化解 那么 中国的老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中国的这个维权群体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哪一次大型的 这个中型的 小型的维权事件 没有人被关押 没有人被打 被打 被酷刑折磨 甚至是啊 还有很多人 失去了生命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唯一的 老百姓唯一的出路啊 就是把这些小型的 分散的抗争 把它聚合起来 让它形成一个规模效应 让它形成一个共振的事态 最后产生强大的冲击力 最后把全国各地 埋藏在14亿人当中的 那个巨大的民怨 把它一起引发出来 当大家看到 哦 那个地方有这么大规模的发生了 中共又没有能够即刻的把它镇压下去 那么在这个时候 大家的恐惧感就消失了 就一起上街了 所以我们叫做全民共振 这就是打到了中共维稳体系的死穴 所以说中共这么害怕 这也是中国民主力量 能够聚集 能够崛起的这个必由之路 因为只有老百姓大规模的上街 瘫痪了中共的维稳秩序之后 真正的民主派的政治力量 民主派的政党 民主派的政权 才能够从各地方一起来兴起 那个时候 中共要想再走回头路 那就完全没有这种可能性了 这就是为什么中共对全民共振 如此害怕 要花如此巨大的精力 要来对付我们的一个 这个准确的理由 那么现在呢 我告诉大家 全民共振 绝对不会停止 无论他们做多少假视频 无论他们发多少假消息 无论他们呢 派出多少五毛特务 来混淆视听 全民共振 绝对不会停止 除非是有一天 中国民主实现了 中国人有了劫色的自由 有了抗议的自由 中国人有了言论自由 中国人可以用上 谷歌推特脸书 中国人呢 有了免费的教育 免费的医疗 免费的养老 中国人呢 居责有其污 壮年有工作 小孩子有决丧 不到那一天 共振绝对不会停止 这就是啊 我们共振团队 和我们在国内的 所有的这些 民主同道的 我们的一个约定 大家都在为 这个共振而努力 绝对不会停止 任何一个人 任何一个人 都没有权利 没有理由 来宣布停止共振 共振 就是我们民主革命的 一个前奏曲 只有民主革命爆发了 民主革命成功了 我们才会停止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要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 就是要停止一切有关全民共振的工作和行动 做出这个决定 并不是我头脑发热 而是我长期实践和总结反思 并集合了广大观众 在使用网友意见的基础上 慎重考虑后做出的决定 停止全民共振 主要是为了保护国内民主力量 去年以来 因为共振 国内许多人被抓捕 民主力量损失很大 现在看来这种办法 对我们民主事业的伤害很大 必须立即停止 重新谋划 在此我宣布 今后凡是以我名义 宣布搞全民共振的 都是中共特务 请各位同仁齐高警惕不要上当 不由不同意我上述决定的 欢迎上门与我论战 各位朋友好 现在离六四29周年的纪念日 只剩下两天了 过去29年以来 很多参与六四的人 很多民主运动的实践者 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那一场绅士浩大的民主运动 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政治遗产 到底有哪一些经验呢 值得我们呢 今后再继续运用 有哪一些历史教训 值得我们吸取 关于六四这一场历史 这一场风波 有非常多的史料 最近我看了一篇文章 是当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 他的这个秘书鲍彤 写的一篇回忆录 写了从这个胡耀邦逝世 一直到赵紫阳 被撤职被关押 这一段时间 赵紫阳和他们中央高层的一些互动 揭示了一些当年的一些秘密 我觉得非常有史料价值 非常有意义 值得大家去进行深入思考的 那胡耀邦逝世以后 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自发地发起了一些纪念的活动